所以如果说你加一个0的好处是说反正的位置跟里面的数字是match的会比较好思考OK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不要放0啦 因为我觉得放个0感觉好像比较好思考我的逻辑 第1个 第2个是说呢 我要去打散所以打散的话呢 Do while Do while 那后面加一个booling booling就是说如果 这个条件 为tru就是说呢 他比对的结果全部八个方向都是15的话 那就跳离回圈了嘛 如果不是继续跑 继续跑继续跑 那当然你可以加个count在里面 看他总共跑几次对不对 OK那 我们在跑这个回圈里面必须要 将阵列打乱 那将阵列打乱的方式就是说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的思考逻辑就是说 第1个 你先i等于1 从1开始 所以后面的i的部分 我们是从1开始 1到9 那也就是这个1到9指的是 我们那个 阵列的位置 那阵列的位置 实际上 就实际上就是上面的值 是一样的 那 第2个是乱数 j的部分 j是 你乱数跳到哪一个 比如说你要先把 第1个数字移到哪个位置 第2个 j的话是 你乱数要 放在哪个位置上面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交换 比如说第1个 我们第1次 假设是for i i是第1个 所以这个里面的值是e 对不对 e的话先要丢给temp temp是占存区 先放进去 然后呢 再把比如说这个里面产生乱数是4好了 4里面 4里面的值 一样就是4 4丢到哪里 丢到原来e的位置 所以 4就写到e去了 那e还要写到 因为我们要交换 跟大风吹一样 我今天跟你换位置 那我做到你那边去 所以呢 要交换的话 一定要先有个位置可以先给那个e可以先做吧 等到e做到占存位置 4做过去他的位置 那e再占到4的位置 有没有类似这样交换 所以每一次回圈 所以一直乱跑一直乱跑一直乱跑 跑出来的 就是乱数的位置 但是一定也是一致性 就是1到9 他绝对不会变成1223344 不会 他一定都是1到9 OK 好那跑完之后的话 再来比较 如果这个跑完的结果数字 是match 8个方向都15的话 那就跳里回圈 然后并且把它输出 不过这个地方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说刚刚有同学 光跑这个 地方呢 就头很大 为什么因为 一下城市就跑完了 然后呢 错在哪里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看执勤 执勤之后 是没有错了 答案都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很多同学不知道 所以如果今天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 这个eclips里面的debug 这边有个除错 有没有 这个除错不是装饰的 是真的可以用的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组航的话 组航应该 应该在像visualstudio 应该各位有用过吧 visualstudio里面有那个 组航step by step 然后你可以去侦测那个 变数里面的值变化 对不对 还有阵列里面的值的变化 那你可以看 原来是这样在run的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说今天 尤其是城市不是你写的时候 城市不是你写的 那你复制贴上 糟糕 bug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用step by step 除错一下 看一下 里面的值 你大概就是 原来 这个写作的人的逻辑是怎么样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